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C919到底未來前景如何 不過首先領證了之後 當然在年底預計交付首架飛機 但是在十一長假前夕 看到大陸領導人習近平 特別還去參觀 也會見了研發團隊的代表 那麼他也強調 中國大飛機承載國家意志 民族夢想人民期盼 要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不懈奮鬥 那麼甚至在今天還看到 這個今天這個所謂的這個六架 C919又再度的銅框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航行 然後這個讓大家看到的 這個大象的走路的影片 其實這個之前我們就看過 但是在今天又再次出現在大陸的幾個網站上面 顯然大家對於這個非常的關注 不過大家現在最好奇的就是 到底這個C919它能不能夠挑戰波音的地位呢 那麼外媒就有分析說 請教了專家以後說至少還要再等10年 不過現在目前大家在關注的就是 那為什麼說要10年 所以10年之後才有可能挑戰成功嗎 或者說也許不需要到這麼長的時間 就已經可以看得到它挑戰波音成功了呢 首先請教賴老師 如果說要以商非要挑戰整個波音 這個可能也不是不止10年了 因為波音已經可以做到那個雙通道的更大的 那中國大陸的雙通道的這種 在更大一個寬客體的話 那也要目前來講是C929 跟俄羅斯有在合作 但是俄羅斯那邊似乎進展比較緩慢 所以中國在加速 可是您想這個C919也是單通道168人做的 都已經用掉了15年的時間 那今天要做雙通道的 當然不會再用到15年的時間 會縮短 可是你要到一個驗證機 到這個交付拿到四航證 那這個也是需要相當的科學的減證的時間 但是波音現在的這種雙通道的客機 已經早就在運行了 而且在國際市場上也賣的還不錯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我覺得所謂的要挑戰 應該是要挑戰的是同型機 同型 對 同型機 也就是說所謂的這個737 MAX 或者是我們講的A320 NEW 那麼同型機 那同型機要在國際市場上 你要佔的份額要超過波音的這個份額 那這個才叫做挑戰成功 那以目前中國大陸國內已經下的訂單 就是800多架了 那這個800多架 當然對於中國商費來講 這個底氣就很足 因為800多架的話 作為它的一個基礎 而且如果中國大陸的民航公司 他們本身的機隊一直在擴容 因為它是隨著你的國家的經濟發展而定 為什麼 因為機票就跟高鐵一樣 它是屬於比較貴的 那必須要是你的人民的消費能力 一直上來的時候 然後消費族群一直擴大的時候 大家才會使用這種它能力所及的 這個交通工具 那以中國大陸的經濟的成長 還有未來我們很明顯的看到 它的潛在市場會一直擴大的情形下的話 中國的這個航空公司的數量 機隊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下的訂單就越來越大 訂單越來越大 那中國商費它的銀額會越來越大 銀額越來越大 它當然可以在延攬全世界最頂尖的 這些人員能不能到這個機隊裡面來工作 我覺得這個 我講的是這些條件的經濟下 在同等機的競爭中 搞不好不需要10年 所以我覺得 波音他們的這種估計說10年 我覺得他們過於把中國看低了 把自己看太高 因為不要忘了 波音連續虧損4年 現在第5年的虧損 都是靠政府補貼 而且還靠政治蠻力 逼了台灣買20幾架 不是就是美國人幹的這個事嗎 結果沒有逼的話 可能現在還銷不出去 還賣不出去 還賠錢 是 所以其實10年不是夢 那當然挑戰同型機的話 絕對有機會可以看得到這個未來的 剛剛講到的客戶訂單815架 那目前國外是3家 分別是德國普人航空7架 泰國都市航空7架 以及美國的一家公司有20架 那當然這個外媒有分析說 現在也不知道C919什麼時候獲得 美國和歐洲的認證 不過有行業的分析師指出 中國可能需要10年才能夠認真的解決 波音空客雙頭壟斷的局面 不過有個問題就是它的零件 因為C919在中國主張 嚴重的依賴美國通用電器 法國賽風集團和美國的 霍尼維爾國際等公司的西方零組件 包括發動機還有航空電子設備 那麼當然也有這個大陸方面的 軍事評論員也有提到他的觀點 就說到C919採用很多的進口部件 是為了更好的面向國際市場 就算是完全的按照美歐 試行標準建造 在技術安全上不存在問題 也可能會面臨到政治歧視 而無法進入到歐美市場 那沒有辦法進入到歐美市場的話 那是到其他亞洲鄰國 包括它的東亞 東南亞 還有中亞等鄰國的需要 是否可以滿足呢 那真的會有所謂的政治歧視嗎 介大使 這個其實不算歧視 就是用政治手腕 來加入一場商業的競爭 這美國非常在行的 其實這個用政治力量 來進行這個民航機的競爭 市場競爭 美國跟歐盟 已經為這個已經鬥爭了幾十年了 這個空客跟這個波音 這兩家公司 這個光在WTO打官司 就打了好幾好幾十年了 然後呢 雙方互相控告 為什麼 就是說都控告對方者 補貼 政府在補貼 美國有一個進出口銀行 美國進出口銀行 他常常跟第三世界國家這樣 你買我 你買我波音的飛機對不對 我這個進出口銀行 給你免費低息貸款 或者說 就是說無利息的貸款 無息貸款 無息貸款 那基本上 空客就去告 告這個 告這個 告這個波音 所以這些事從層出不窮 可見這個市場 光兩個競爭者 都已經打得這麼慘了 第三個進來 他不把你修理完 那是不可能的 那這個飛機 是事實上C919的話 引擎是美化合作的 是的 我的判斷為什麼 不用中國自己本身的引擎 那很簡單 就是說你們要挑毛病 你比如說你美國 將來要挑四航證 我要不要給你四航證的話 他就說你這引擎怎麼樣 我沒有見過啊怎麼樣 那對不起 這引擎是你美國人設計的 你美國跟法國合制的 所以你不能挑我的引擎的毛病 你挑我引擎就挑你自己毛病 那你到法國 你到歐盟去升起四航證的話 你引擎也不太容易被挑毛病 這是你們法國的 所以美國法國兩個市場 靠這個引擎 基本上就可以打通 可是問題還有其他的 它這個電子設備 還有這個液壓系統 聽說基本上 都是使用西方國家的系統 包括它的那個起落架 都是德國的 那中國大陸事實上 它整個的電子裡面的控制的 這個心臟系統 是中國大陸自製的 那這個整個飛機 大概差不多大陸的國 自製率大概差不多五成 那為什麼要把那個五成 放給這個 西方的國家的廠商 來一起來共襄盛舉 我認為就是要用這架飛機 將來打入國際市場的時候 讓你第一個 裡面的關鍵零組件 你挑毛病是 你挑你自己國家的 你不要開玩笑 第二個就是說 我這架飛機賣錢 中間有一半的價格 你也可以賺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策略上的 可是是不是就因為這樣子策略上的安排 大家利益均沾 將來歐美就不會打壓這套飛機 我認為不可能 絕對打壓你這套飛機 那早期中國大陸只有靠什麼 只有靠國內市場來養這架飛機 那麼現在這個三家 這三家德國 泰國 美國 他在他拿不到私航證 你要有什麼用 當然世界很大 並不是說你一定要飛美國 飛歐洲 他才給你進去 還好這個飛機是什麼 這個飛機是短程的 中短程的 3500 2500 1500 1500 1000公里的 這樣子的短程的飛機 所以光中國市場 他可以怎麼樣 可以養活你這架飛機 我認為你沒有市場 你沒有辦法養活這個飛機 那中國市場 那剛開始進來 最重要這個飛機的安全性很重要 你不能失事 然後基本上還要證明 他的維修系統 他的這個駕駛是不是很友善 你這些是不是有國際性的 比如說這個國際性的駕駛 今天美國駕駛來駕駛的飛機 他可以很順手 很容易上手 這些部分都很重要 所以這都需要時間 可是我不認為這架飛機會失敗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中國有極大的飛 這個市場 那麼這種短程的飛機 說實話北京飛上海 上海飛武漢 武漢飛這個 國內的航線 其實都可以用 所以東方南方 都買了大量這個飛機 我覺得這個飛機 不會沒有買主 可是要打國際市場的話 真的還是有很多層層障礙 雖然他在這個飛機整個設計 內部的整個構成部分 我認為他已經考量 他未來在國際市場的 被接受程度 不過 美國跟歐洲 非常非常的難搞 你覺得美國跟歐洲 態度會一致嗎 都一致 他一定封殺這個飛機 你認為他會讓你 安然進入市場的 那個就太naive 太天真了 他絕對會挑毛病 封殺你這個飛機 那到時候就要靠什麼 靠政治跟外交的談判 用交換的方式 你不買我的對不對 你封殺我的對不對 那你的空中巴士 我也不買 中國大陸未來的10年 需要5000多架民航空機 這是中國大陸用來 跟這些國家來談判 你是不是讓我C911有進入你市場的 很重要的籌碼 好 不過對於這個問題 其實賴老師有一點不同的看法 我想情千天下市 我們今天1點鐘的直播 其實有特別談到 今天就不再贅述了 歡迎大家回看 情千天下市今天賴老師的觀點 因為我接下來要請教賴老師的是 有關於軍事方面的這個問題 當然現在我們看到 這個剛剛有提到 比方說是C919 他可能可以跟其他的亞洲的鄰國 加強合作非常的這個經濟的利益 可能會更大 那當然也包括東南亞國家 不過在東南亞國家裡面 這現在美國拉著菲律賓 拉得可緊了 包括軍事方面的合作 那現在你看到 從10月3號到14號 有美國跟菲律賓的海上戰士合作 聯合作戰演習在馬尼拉海開幕 而日本南韓也不是沒事 還要做觀察員來參與 那其中當然有美軍陸戰隊 可以出動1900人 還有美軍的海馬斯多館火箭系統 都要秀給你看 以及超音速戰機等等 不過演習的地點 這是重點嗎 因為他包括面向南海的 菲國巴拉旺省 以及隔著呂宋海峽 跟台灣相望的菲律賓的北部 還無獨有偶呢 現在你看到從10月1號到14號 還有美國跟日本共同參與的演習 叫堅毅之龍22 這是在北海道合計大約3000人參與 還是以大規模的演戰訓練為主 賴老師 對我覺得您看到的一個重點 就是有關於菲國的巴拉旺省 也就是說這一次的演習 它是面向於南海 也就是菲律賓的西邊 然後還有北邊巴斯海峽這兩個區域 那巴拉旺省為什麼重要 因為巴拉旺省再往前延伸 就是這個黃岩島黃岩礁 您觀眾朋友還記不記得 在幾年前的時候 那是在歐巴馬總統時代 他收拾菲律賓去強佔這個黃岩島 本來中非兩國有一個默契 有一個協定就是擱置爭議 然後兩邊兩國的漁民 共同在這個地方捕魚 大家都向安無事 那美國就收拾菲律賓幹這個事情 那時候是阿基諾三世的時候 菲律賓要去控制這個島 所以去逮捕中國的漁民 中國的漁民求救 那中國的海警船趕到了 後來軍艦也來了 雙方對視了一個月 菲律賓不支撐不住了 它就撤退 中國大陸就控制了整個黃岩島 那美國他很擔心黃岩島 開始催田島礁 因為黃岩島這個島礁是蟹湖 非常漂亮 如果它催田成功的話 它是一個非常強大的 南海最龐大的軍事基地 它會跟中國大陸已經完成了 七個島礁中的兩個島礁 形成一個大三角 然後它的另外一個島礁裡面 形成兩個小三角 那我們為什麼在戰鬥裡面 我們或是在戰略中 我們會一直強調三角 三角隊形 那也就是它是屬於戰略 相互為一角 也就是你不管 你往哪一個頭的時候 它的箭頭是對著你 所以它一方面對著越南 一方面對著菲律賓 所以這次美國 特別挑在巴勒旺島 其實就是針對南海的 這個有爭議的島礁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解放軍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覺 為什麼 因為它把這個海馬斯的火箭道 在烏戰烏克蘭的戰爭中 已經被證明是非常有效的 一款戰的武器 已經用在這個地方上 而且用的是海軍陸戰隊 所以這個必須要留意 它會不會動機 想方設法去奪回 或是去搶佔這幾個島礁 我覺得這個要留意 另外一個就是巴士海峽 因為巴士海峽這段時間 中國大陸的軍艦 一直不斷地穿越巴士海峽 所以美國這一次聯合菲律賓 在巴士海峽這個方向舉行軍演 當然這對中國大陸是有針對性的 那以目前來看 菲律賓 小馬克斯兩手策略 安全上導向美國 經濟上導向中國大陸 問題是大陸會不會買單 我覺得大陸很審慎的看待 那這個 目前都還是在評估中 是的確 不過呢現在當然呢 這個中俄要合作 也是軍事的合作 那請教一下王老師 我們看到呢 今天這個 俄羅斯國防部率先 中方宣布說 俄國太平洋艦隊艦艇編隊 與解放軍海軍艦艇 完成了對太平洋水域聯合巡邏後 返回海深威這個地方 那整個路線通過日本海 俄羅斯克海 白令海菲律賓海 東海 聯合編隊甚至首度抵達白令海 並且繞過部分的阿劉申群島 總里程超過了7000海浬 那麼在消息發布了之後 大陸官媒的央視軍事呢 則引述了俄國國防部 所發布的這個訊息 那麼這個巡航 三週之內完成了 那您會怎麼解讀呢 老師 我覺得這代表就是 中俄的這個軍事關係的合作 還要持續的一個進行 而且是不斷的擴大延伸 第一個我們講說俄羅斯 他現在打俄烏戰爭 但看起來就是說 他基本上還是有多餘的這個軍力 就是說可以在遠東地區呢 來進行的這個運作 同時也在這個比較關鍵的 像東北亞的這海域呢 來進行這個巡航 那第二個我們看起來就是說 在俄烏戰爭之後 大家西方也都認為 他實際上俄羅斯也表現出 這樣的一個態度 好像他更依賴中國的一些 外交方面的一些支持跟協助 所以在很多場合 對中國所關心的一些重要的議題 包括像台海的議題 他都率先的跟大陸的立場是一致的 那這一次我們看起來就是說 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麼中俄的這個聯合的巡航 還是在持續的一個進行 這代表兩國的一個軍事合作呢 還是非常的一個密切 而且就是說來跨越整個 像這個東北亞的海域到這個白令海 那表示說這個地區呢 它有重要的一些戰略的一些價值 它實際上可以往北極方面的 一些方面的發展 那這個訊息的發布呢是 俄國首先來發布 那大陸隨之來證視 這證明就是說兩國其實呢 也都不否認這件事情 但俄國顯然比中國更急著希望 能夠讓外界知道這樣的一個消息 那我覺得中國的態度其實非常務實跟審慎嘛 就是說該合作的時候就合作 該堅持中國自己的一個獨立的一些立場的話 包括在俄物戰爭裡面還是來堅持 那我覺得這基本上就顯示說 兩國的戰力軍力是有合作 加強地區的影響力 今天一早我們就看到 北韓發射飛彈的事 那麼在今天是朝日本的東北方發射 日本也發布了國家警報 也呼籲北海道還有他們東北的親身居民 趕快建築物裡面避難 包括日本的J2列車地鐵都還有戰時的停駛 不過呢現在日方研判 這是火星12型彈道飛彈 而南韓的軍方也有發布訊息指出 它的飛行距離4500公里 高度970公里速度是17馬赫 而日本防衛大臣強調 這可能是有史以來射程最遠的飛彈 那麼南韓媒體高度的關注 所以韓聯社也說 這是隱習院政府上任之後 北韓第9次射彈 隱習院政府才上台多久啊 北韓已經第9次了 那可能是為了挑釁韓美軍演 甚至呢也因此不排除有可能 有專家研判說可能就會有第7次核武測試 可能是就在10月份會看到這個核武試射 來 階大使 這個北韓事實上的話 這個過去幾年啊 是被西方國家耍了一陣啊 所以它現在整個基本上是 怎麼講呢 我覺得是沉潛了一陣子 那最近這個飞 這個試射 基本上我覺得最讓大家震撼的 就是它是17馬赫的 這個超高音速飛彈 而且最遠射程是4500公里 那所以啊也不能說一鳴驚人啊 我覺得是把日本給嚇到了 日本給嚇到了 而且我覺得它對這個國際社會 就美國啊韓國啊日本啊 我覺得會重新檢討 這個北韓的武力的升級的問題啊 那這裡面你就回過頭來就講了說 事實上的話 上個禮拜美日韓也在這個 韓國水域附近也舉行大規模的 反潛聯合演習嘛 對也不是說它今天就是說 它已經連續10天發了5次飛彈 這一次為什麼比較受到注視 這次是超高音速飛彈 也就是說它的殺手箭 大概就拿出來給你看看 然後就是說你們大家都小心 而且呢針對日本 過去4顆都沒有從日本頭上飛過去 都往那個東北部 往那個東北部那個海水域裡面打 打到過日本的經濟水域 所以日本人就已經開始在抗議了 這一次在抗議也沒用 它就從你腦袋上過 從北海道往輕深 輕深在日本的東北部嘛 對 本州的東北部嘛 所以北海道這邊往這邊打 哇這個兇了 我覺得真的蠻兇的 然後日本震驚啊 因為日本不像蔡英文啊 蔡英文是飛彈打到腦袋上 基本上是不讓你知道的 最後被人家日本人 把你日本的情報告訴你 你昨天你腦袋上飛了好幾顆飛彈 你們怎麼都沒有反應啊 我們國防部才承認 日本是只一打的時候 就開始立刻回應 而且呢這個什麼什麼 新幹線地鐵全部停 然後警鄰大座 警告老百姓趕快找掩蔽處 這人家才是真正負責任政府 這樣做的 你不能說那個飛彈 在你腦袋上過什麼事都沒有 船過水無痕啊沒有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金小胖 他真的出手都蠻準的 第一個是你先來演習 我就回應 那順便這陣子 就把他最新武器拿出來 那十七馬赫 這個速度來講的話 我覺得日本跟韓國大概都會傷腦筋 美國現在也沒十七馬赫的 美國超高音速飛彈還沒研製成功 那這個等於說 我看是世界第三個國家了 還有誰 基本上應該是沒有 基本上應該是沒有了 所以這一次這個飛彈試射 我覺得會把這個區域情勢 會影響會有很大的影響 那麼最大的影響是日本 那要看看岸田文雄 他是不是要準備部署飛彈 在日本部署飛彈 我覺得這個值得觀察 不過這到底是艦指哪裡呢 都說可射程達官島 莫非艦指美國 所以不要說是只有日本緊張 難道美國會怕嗎 那但是呢其實一方面 這點要請教賴老師之外 那我們也看到現在呢 在針對北韓發射導彈之後 南韓方面有動作 就是在下午的時候 做什麼了呢 派四架空軍F-15K戰機 跟四架美國空軍F-16 展開精密的砲擊訓練 韓國F-15K戰機 在黃海還發射了兩枚什麼 聯合直接攻擊彈藥炸彈 炸彈跟飛彈不一樣 空對海或是空對地的 一個戰鬥方式 那這個是針對於朝鮮 就是北韓它這一次 試射導彈的一種 針對性的一個反應 也就是說 你從陸地上的基地 發射這個導彈 我可以從空中 來摧毀你的基地 這個是一種針對性的 但聽起來炸彈就比較弱 不會嗎 這個我們不會這樣看問題 我們大概是這樣看 剛剛文吉有提到就是 朝鮮這次試射的導彈 這次試射導彈 大家已經抓到了 因為目前軌跡已經抓到了 我覺得日本的反應是正確的 也就是說向國內提出警告 然後對北海道跟那個青森縣 我記得您在中午的時候 有跟我介紹就是日本的東北部分 那他們提供的這個國家警報 我覺得是正確的 因為有導彈從他們上空飛過去 可是有多高呢 您看看那個他飛了900多公里 900多公里 那我們的地球 大氣層這個地方就是100公里 我們地球這個上去以後 開始進入大氣層大概有70公里 然後過了大氣層以後就100公里了 那他飛了900多公里高 所以他是飛得很高 那在大氣層外的話 他就是已經沒有空氣阻力了 沒有空氣阻力的情形下 您想一般來講這種 我們叫做彈道導彈 就是一打出去以後 進入大氣層 然後進入太空了以後 他就是採用彈道的慣性的飛行 彈道的慣性飛行 他要把發動機關掉的 然後是拋物銷的 這樣子丟出去的 這樣的一個飛行 那由於沒有阻力 所以他的速度會非常的快 因為沒有阻力 他速度很快 那等到他已經到達了 他要落地的地方 他的角度開始往下走 往下走的時候開始穿越大氣層 穿越大氣層以後開始有氧氣了 他開始發動機就啟動 然後就開始那麼俯衝得攻擊 那這一次就估計就是4000多公里嘛 可是由於打得很高 所以我們才會換算說 拉出來大概在8000公里左右 那就已經到了關島 也到了阿拉斯加 這個對美國人來說的話 那當然是有威責力了 因為你的這個核彈頭的導彈 已經可以達到我家門口 而且在上空飛行的速度 無重力的情況下這麼快 日本在當時第一時間 都來不及反應 它也無法攔截 因為艾古車3它是短程的 它攔截不了 那你必須要用標2 或是用SAT系統 可是又太高 你也攔截不了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其實朝鮮就是告訴你美國 我是針對你 對 我針對性 那美國就不甘示弱 那有位跟你告訴你說 你如果針對我 我去打你的基地 那當然如果以導彈來講 那很弱啦 這個炸彈當然比這個導彈弱很多 因為如果它裝核彈頭的話 那不得了啊 對不對 那您剛剛講到那個炸彈 當然很弱 但是它炸彈雖然很弱 可是它說我是攻擊你的發射台 攻擊你的那個發射基地 那這個是一種針對性的 是 還是有針對的回應 有針對性的 好不過呢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 南韓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南韓要趕快硬起來啊 可是王老師我們看到的呢 是在10月1號 南韓的國軍日的這一天 他們國防部發布了一個宣傳片 結果出現的 竟然是大陸解放軍裝甲車的畫面 而且是跟韓軍士兵並列出現 哇這個呢 真的是讓大家覺得 實在不解啊 所以它到底是親美還是親中呢 打一個問號 那再來 南韓東東影席月最近狀況也不少 結果他出席這個國軍日紀念儀式 在陸軍所長向他進行完了之後 他還忘記對台下的部隊喊燒息 就直接開始演說了 結果還要旁人來為他解圍喊的消息 大家才能夠有動作 老師你怎麼看 確實我們看到韓國這種政權輪替之後 確實出現了一些適應不良的一個狀況 主要是尹錫悅他過去應該是沒有這種 太多的這種中央執政的這個經驗 所以處理外交跟國防議題顯得是比較生疏 那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意志來做 事實上他這一次贏得總統大選 也是以極微的票數才當選的 並不是一個大幅度的一些領先 那看起來當然在這個跟軍方的講話的時候 這個他不知道要喊燒息 那我覺得他的幕僚顯然是沒有盡到責任 或者是有提醒他他太緊張忘掉了 所以可見就是說他的經驗仍然是不足了 那韓國自己在慶祝這個建軍的一個照片裡面 照說本來也是應該凸顯自己的一些成就 尤其是現在面對這個我們看到北韓這個軍務發展非常快 剛剛也談到他的這種極音速的這種 17馬赫的這個飛彈 那南韓智力本身都還沒有這樣一個能力 但是北韓確實已經有這樣一個能力了 所以當然韓國要表現他們的一些建軍的成就 但是在裡面還誤植了就是說 這個中國的這個裝甲車的照片跟他們在一起 所以顯然我覺得這也不能表示說他們事實上是暗示的就是說 是一種這個表面上親美 但實際上還是很重視中國 大概也不是這樣子 那顯然就是說韓國自己內部的這樣的一個軍方 他在做一些這個宣傳的時候 都分不清這個照片的他的背景跟這是哪些 確實我認為說顯然就是說整個的一個 從中央到這個軍隊的這樣一個指揮領導的一些體系 確實有必要需要再好好的一些檢討跟整頓 確實需要上井發條 可是螺絲實在是掉滿地了 否則的話呢 這個真的是讓大家看得實在覺得匪夷所思啊 不過講到軍力的部分呢 我們倒是要認真來解讀一下了 這個當然這個賴老師總軍事 我們很快的請教你 美國空軍部長講了 他說中國一直在追求飛機技術 目前還不是美國的對手 指的應該是第六代嘛 第六代戰機 對然後呢但是美國空戰司令部司令 馬克凱莉 這個人我還有點記得 因為就是前不久的時候他不是在講嗎 就是說什麼任何一個心智健全國家 都不會對於一個擁有一百三十幾個的 這個戰鬥中隊 而且是訓練精良的去跟他對抗 對就是他講的 那講的就是他很肯定大陸解放軍的實力戰 所以呢他現在在這句話是說 中國可能比美國更快的部署第六代戰機 所以也是肯定中國大陸 因為第六代戰機目前都還在研發 因為中國的政策就是 生產量產一代研發一代 預言一代 所以他是三代的一個做法 也就是我這一例說 殲20已經量產了 但事實上殲20量產的時候 他的新的研發的第六代已經 其實也已經開始要做首飛了 要做實驗了 但是即使在新的一代在做首飛做實驗的時候 他再預言一代 那也就第七代的戰機其實也都立向了 這是中國大陸的一個非常特殊的 一種科技的一種研發方式 這個是那美國他們實戰經驗的軍官 他們就很熟悉很了解 但是這兩個軍領軍將領講的不一樣 前面的那位是文官 他不是飛行員 不是戰鬥員 所以這個馬克凱莉才專業 對 空軍的部長是文職人員 所以他不會飛 他也不會打仗 但他是負責空軍 他等於是像空軍部的經理 我們在球隊裡面不是都會有 總教練 球隊經理一樣 那球隊裡面有球隊經理 有總教練 然後還有球員 球員就是 那大部分的總教練不是全部 大部分的總教練就是球員出身的 因為他有實戰經驗 所以他當總教練 他就是參謀長 然後在空軍裡面就是 等於是參謀長 或者是他們的這種作戰部的部長 他就是戰鬥員出身 飛行員出身 然後那個空軍部部長就是經理 他不會打球 他不是球員出身 所以他也沒當過教練 但是他的任務是什麼呢 負責後勤補級 就是說你要招考球員 我來幫你招 你要買球衣 我來幫你買 你要有訓練場地 我來幫你張羅 你要去比賽 我來給你打電話 他幹的就是這個事情 然後找錢 找人 找預算 但是他不會打仗 那所以他本身當然要吹噓 他自己在建構這個第五代戰機 就是F-35戰機的時候好棒棒 可是問題就在於他的F-22戰機失敗 他就不講了 他就不講了 對 殲-20就是針對的是F-22 不是F-35 F-35跟殲-20不是同等量級的 所以換句話說還是要聽馬克凱利 要聽馬克凱利 比較準啦 他是打仗嘛 那個戰鬥員聽他的話比較 有實戰經驗 比較準確 是總教練的概念啦 那這樣大家都懂了吧 好 來 我們繼續要再往下的同時 還是請大家記得麻煩幫忙先來按個讚 好 這個是我們接下來要談的一個重點 這個是New York Times這邊有一篇報導 請教一下這個街大使的觀點 現在當然美國當然處處要卡中國的脖子 那麼六代戰機當然讓美國心惶惶 好 那是不是因為有高階的晶片 那是不是要趕快想方設法的去斷掉 這個提供給中國大陸的一些技術啊 重要的資源呢 那紐約時報就引述了多位知情消息人士的話說 拜登政府本週要宣布新措施 限制大陸的企業取得可用在高效能運算的技術 目的就是要切斷大陸獲得先進半導體技術的管道 阻止北京方面藉著技術的升級 超級電腦還有AI人工智慧的設備 所以美國難道又要再出拳 是針對中國大陸了 那是當然的 美國不會 美國人不會半途而飛 美國人做事是有系統 有計畫 有專業 有步驟 他是一個 美國是一個系統能力很強的國家 他非常專業 他是把你摸得透透的 他是一群最專業的人以後 把你整個把你摸得透透以後 擬出一個 擬定一個計畫 怎麼樣來對付你 那只是說 這裡面這些計畫在執行的時候 在推行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問題存在 他要怎麼克服的問題 我覺得美國現在面臨就是說 全面封殺 中國大陸高科技的做法上 最大的一個 最大最大的他一個弱點就是說 他會傷害他自己的產業 因為美國的高科技產業的話 基本上可能 國際上最大客戶就是中國大陸 那你讓美國 把美國自己產業這個市場 跟你美國產業之間 這個切斷的過程中 那怎麼樣不讓美國的產業反彈 或者不要智商到自己的太深 這個需要一點時間 這要一步一步來 那現在在一個報導 就是說這個措施 會以川普時代 打擊華為的規定為基礎 禁止世界各地的企業 把使用美國技術機器 或軟體的產品賣到中國去 尤其是要限制美國製造的晶片 賣給中國最強大的超級電腦 以及數據中心 所以他要很精準的打擊 他一定有這個實體清單 是哪一些中國哪一些公司 他就不讓你的這個產品 賣到這些公司去 可是問題就變成說 你不賣的話 那你美國產品賣給誰 他可能中國在高高高 就是說這個超級電腦 在這個人臉辨識 他可能他是最大的 或者大江無人機 他可能是某些晶片 某一些高科技最大的客戶 那你美國不賣 你這些廠商賣給誰 對所以這個是一個 就美國的政策設計者 跟他的執行的時候 他是一個最大挑戰在這個地方 他現在就是硬是要這樣來 所以連美國生產的 這個像工具機生產出來的 這個產品 一樣通通都不能賣到中國去 對他會 所以他要一步一步來 對 他要這樣一步一步來 就跟今天要把你台灣的台積電 拆過去他也是一步一步來 他可能三年五年 可是問題就是說 美國這個目標定了以後 他不會停的 就是說我今天你看 他要把你的中國 你看他這個AI 然後這個超級電腦這些公司 他要把你斷供 讓你變這個華為手機一樣 一下把你怎麼樣自息而亡 這個目的他不會變的 那只是執行怎麼執行 那個這個中間 讓美國的廠商 付出的代價比較小 那這個是他們在執行 設計這個整個政策時候 他的很重要的考量 可是絕對不會放棄這個目標 一定要把中國大陸的 這個高科技這些 他所認為 因為像美國國安 所有產業的這些行業 一定要打死 好 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 女生睡不好這真的是 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 新產品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iCo快點購 掃一下